他忍不住抱着脑袋,想要甩开那可怕的想法。 系好安全带,不要告诉我,还需要我来系。 身旁响起的声音,瞬间惊醒的魏英,他维持着抱脑袋的动作,抱红了脸颊,等他缩手缩脚地系好安全带,车子便嗖的一声,跑了出去。 在车上时,魏英总是忍不住想要看向蓝战,等他满心以为对方不会发现自己,而斜着眼睛看过去,对方总会准确地看过来,倒是把他自己再次闹了个大红脸。 一直到了家里,看着蓝战把门反锁好,两人依旧是相对无言。 魏英头一次觉得孤男寡男的共处仪式有些不好,可他们这都一起住了半个月了,他该有的习惯也养成了。 就比如现在,魏英十分自然地坐到了沙发上,他拿起了遥控器。 魏英目不斜视地专注于电视节目,蓝战却脱掉脏兮兮的上衣,光着上半身,坐到他身边。 喂,你什么感受? 啊,蓝战说话了。 他竟然对我说话了。 他问我什么感受? 哪个感受啊? 魏英脑中瞬间咆哮地上身,他有些别扭地转过头,刚准备说话,就看到蓝战身上那深浅不一的伤口。 你,你还受伤了? 我给你上点药。 魏英不等蓝影帝回答,他小跑到电视柜前,蹲下身子,翻出医用箱。 蓝战看着一脸担忧的小狗仔,他心里就好似化成了一滩水。 虽然魏英那擦药水的力度重了点,却不妨碍他欣赏眼前的美人。 此刻蓝影帝觉得魏英美极了。 此时魏英单膝跪在沙发上,他手里拿着沾了药水的医用棉签,正距经会神地为蓝战上着药。 这个角度倒是方便了蓝战,他被对方那垂下来的睫毛钩的心里荡漾。 你,你,两人抬头都看到了对方眼里的疑惑。 你先说,你说吧。 再次静默,魏英尴尬地收回药品,仔细地放进医用箱里。 正当他磨蹭的时候,蓝战想起来心中的疑惑。 你怎么去那家夜店了? 你知道我在那里。 原本还在害羞的魏英瞬间白了脸色,他支支吾吾地说不上来。 魏英很为难,难道要说他重生了,知道今天蓝战在那里打架? 而且他还知道蓝战马上就要上热搜头条了。 魏英在心里忍不住吐槽他自己,如果重生这种话说出来,蓝战可能会以为他疯了吧。 蓝战可不知道魏英的想法,他有些生气,这三更半夜的。 魏英明明是应该好好待在家里的人,竟然出现在夜店,怎么你也想去夜店完了? 魏英听着对方明显误会的话,不知道为什么他心里忽然很难受。 他站了起来,目光看向别处,就是不与蓝战对视,说道,给你上药我身上好大的胃啊,我去洗个澡。 蓝战看着魏英闭而不答他的问题,更是生气,他起身拉住魏英的手,你为什么会出现在夜店? 蓝战那不信任他的问题,有些让魏英伤心,本来他也是一片好心。 想要去阻止那即将发生的事情,到头来他什么也没办成,还平白无故惹一身嫌疑。 他不想纠结这个问题,便甩开对方的手,说道,我在那里管你什么事? 说起来你在夜店对我对我做的举动是什么意思? 这次倒是轮到蓝战害羞了,他有些不知所措地收回被甩开的手,低下头看着地板,嗡声说道,我我也不知道。 魏英翻了个白眼,你我都不是小孩子了,做事能不能过过脑子? 万一刚才你亲我被没走远的狗仔拍到,那明天的头条可就不仅仅是你蓝影帝打架斗殴了。 魏英略停顿了一下,深吸一口气继续说道,也许明天会写到蓝影帝同性恋出柜这种题目。 你的演艺生涯,你的亲朋好友,会受到什么影响,你知道吗? 魏英看着蓝战明显要说话的表情,他制止住对方,晒然一笑,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要亲我,可能你只是一时冲昏了头脑,你忘了我们的关系。 说的好听点,是有一纸协议的主仆关系,说的难听,那就是我欠下的荒唐债。 蓝战听着这些话,他心里有些不好受,他皱着眉强调道,不对,不是你想的那样。 魏英可不管对方怎么想的,他闭了闭言使自己放松下来,轻笑道,今天这件事就当做什么也没发生过吧,我去洗澡,你收拾收拾自己。 魏英转身朝卫生间走起,心里却突然失落了起来,到底是因为什么而失落,他却找不到根源。 蓝战看着他落寞的背影,急忙说道,等你出来,我有话对你说。 他听着蓝战的话,脚下动作一顿,没有回答什么,他再次起步,走进了卫生间。 蓝战泄气地瘫到沙发上,烦躁地一脚踹上茶几,他眼睁睁看着卫生间里那模糊的人形,却打开了取暖的灯,不一会便传来水声,把他那内心的焦虑一冲而散。 蓝战站起身子,准备回房间找件衣服,好好装扮一下他自己,毕竟接下来的话,关系到魏英和他两人未来的发展方向,他也不能这么不顾个人形象。 可还未等蓝战迈开步子,地上一个叠得整齐的小纸片吸引了他的视线。 如果蓝影帝没有好奇心作祟,他没有蹲下身子拿那个小纸条看,那么今天原本是他安心地等待魏英洗完澡出来,他和魏英摊排他的感情。 有可能小狗仔会扭捏得不同意,或是他欣喜地认可他们的感情,两人以后继续发展成为情侣。 可是,这世上没有如果,蓝战很好奇,他直接附身拿起那个纸条,此时,魏英放在茶几上的手机也响了起来。 蓝战知道那声音是魏英的微信声,他本来是不可能去看魏英的手机微信的,但此刻他在表白前有些雀跃的心情使他不经思考,就这样同时点开了消息,又打开了纸条。 经理,这次办得不错,这么深地喜好你,也能挖出来。 这没头没脑的一句话,实在是让蓝战百思不得其解,他把消息网上画了滑。 魏英,照片,魏英,经理,我这次挖到的内幕应该可以上头条吧。 看在我这么努力的份上,我可以申请几天的假期吗? 等我调整好心态再来上班,不过经理你放心,我会再接再厉的。 蓝战隐约觉得此事和他有关,但他没敢放大那张照片,他几乎是抖着手,放下魏英的手机,握紧了拳头,让自己别胡思乱想。 左手的动作,提醒着他纸条的存在,蓝战把叠得方方正正的一小筷子递到眼前,仔细地端向了一阵,他很明确地记得,他没有把什么东西塞到茶几下的习惯。 所以,他抖着手打开了,那一列列的小习惯,他穿什么颜色的内衣,卧室靠窗缝隙的玩偶,书桌上列满的漫画书,就连卫生间里他喜欢用的日用品也被标注出来,甚至后面还写了一些匪夷所思的话。